这个充电站仅用到165W 则是最甜的高性价比功率段 槽点的话也就是这个电路的致命的短板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对这个一束 摆变桌面165W淡化夹充电站 咱们对它做一个拆解 这个摆变桌面充电站 外观还是非常好看的 这么精致的产品 拆了的话确实又有点可惜了 这个产品详细的测试数据 咱们都已经测试过了 还没有看的朋友们 在咱们主页去看一下 这一个产品的详细测试视频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需要看的可以直接点进去 大家要看这种产品的拆解的话 就看我的视频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去动手 一旦拆了过后就无法还原了 可惜了一个这么好的产品啊 喜欢我这种硬核侧材内容的 大家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对这个桌面充电站 还有这一根C2C的数据线 做一个拆解 购买这个充电站 这些线材的话 它是不征送的 因为这个是需要单独购买的 这一套线材一共有五根 我们只拆其中的一根CC线 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吧 目前也是主流的 线材的做工非常的不错 而且用起来很舒服 很柔软 我们先对它做拉力测试 我们先试试一下 兄弟们 这根硅胶线43公斤的拉力 还可以吧 就这个硅胶外皮太滑了 连续打滑了好多次 咱们直接把它剪开 让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线芯吧 留下来这一段 我还可以做一段测试线 硅胶的就是不一样 弹性十足 这两根正负极线 用的很粗的 然后这四根信号线 也还是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线芯 都是杜西线的同丝 包括这信号线 内部也是有抗拉纤维的 两根正负极线 内部一样的有抗拉纤维 线芯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我要留意接下来 做测试线用 烤一下就可以把这个 铝合金的外套拿出来 剪掉外皮以后 没有看到有钢套保护 剪开这一边就可以看到 PCB上面有芯片和电容 没有钢套保护 如果加个钢套保护的话 这个做工就更好了 这一根移速的 硅胶240瓦CC线 为单芯片的设计 用到一颗E-Marker芯片 型号是332D 深圳惠能带半导地出品 公司成立于2015年 专注于模拟芯片设计 这是一颗用途 非常广泛的E-Marker芯片 比如安克 库代科联想等等大品牌 经常用到这款芯片 芯片符合USB Type-C V2.2规范 也符合3.1和USB4规范 这一根硅胶线是你的菜吗 我把它的线芯和芯片都拆开了 拉力测试也做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对这个 165瓦摆变桌面充电站 它的本体做一个拆解 大家看一下这个痕迹 我刚才试着撬了一下 这根本就撬不动 包括这里这里我都撬过了 这东西一拆的话 外观全部被破坏掉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博主 拆解内部有高压触电的风险 打一下的话还是非常疼的 不要模仿我们做拆解 要看拆解的话就看我们的视频 我现在选择用切割机把这个盖子把它切掉 这个壳体我足足切了半个小时 现在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把它撬开 采用的是分体式设计 这一面为充电口部分 两根导线连接 散热片把板子包裹着 然后这是八字电源线插头 超薄的设计 这个主板的厚度也就16毫米 散热片也是采用按扣的方式扣上去的 这是表面的这一块散热片 内部贴有赖高温的绝缘胶带 做绝缘处理 底部的这一块散热片 两头都有焊锡 焊在主板上面 底部的散热片 内部有麦拉片包裹 也是做绝缘处理的 灰色的散热硅胶 背面也有 这个胶还没怎么干 这一面也是大量的灌满了散热胶 咱们都已经把它取下来了 还有这么多胶还没完全取完 整个主板设计的布局的话 还是非常紧凑的 因为它这个体积做得这么薄 对元器件的选型的话 是很有局限性的 我已经把这个胶大概的清理了一下 这块直流部分的主板 宽度大约是24毫米 长度的话大约是109毫米 PCP的厚度1.2毫米 开关电源部分的PCP 宽度是62毫米 长度的话108毫米 PCP也是采用的1.2毫度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吧 按照先画一下 前方的图片 适量的方法 这些东西是一个小节目的 适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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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子们 这个摆变桌面淡化加充电站 我已经全部拆解开了 这个充电站内部电源架构 采用的是 美国新元半导体NPS出品的 电源架构组合 整体电路采用的是 EMI加PFC加LRC挟震 再加SR同步整流输出 然后就是协议控制 三路生加压四口输出的模式 非常不错的电路设计 但是还是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槽点 看我来给大家介绍 让大家看懂这个高性价比的 桌面充电站产品 输出端的EMI电池干扰抑制电路 负责滤调电网噪声 保护内部电路 东莞贝特电子932系列慢熔断 3.15A 255 保险丝一颗贝特电子 2002年成立 专注电路保护 就像保险丝热熔断器 品牌电源里面常见的一个器件 这一颗是第一级供膜电杆 采用绿色磁心 七包线加绝缘线 两种线材进行绕制 一颗安规X2电容 来自东莞结尾电子 0.33微法 275V 结尾电子2008年创立 主打薄膜和陶瓷电容 官网没有资料 两颗蓝色的安规电容 两个引脚分别串结在 这颗安规X2电容的两个引脚上面 这样做两颗外电容 分别是连的火线和磷线 再通过GND形成回路 用于抑制供膜干扰 并构建虚拟的接地参考 这样做既能提升EMI性能 供膜滤波的效果也就更强 第二级供膜电感继续强化滤波 这就是两个供膜电感的对比 深圳沃尔德什叶出品的 两颗WR-LBS80M 整流软桥 规格是8安1000伏 沃尔德什叶2005年成立 专做整流桥和肖德基二级管 东莞台墙电子的两颗 一维法450伏薄膜电容 台墙电子2006年创立 主要业务是薄膜电容 这家公司的官网 竟然还有结尾的电容 咱们也不知道 这两个公司是什么关系 最后是一颗滤波电感 收尾EMI滤波 电池兼容稳稳的过关 PFC加LLC主电源架构 这里来给大家讲一下 LLC拓扑的一个简介 LLC携震变换器 是一种软开关拓扑 由一个携震电感 携震电容及变压器组成 通过携震网络在MOSFIT开关时 实现零电压JVS 零电流JCS开关 大幅降低开关损耗和电池干扰 它的高效率和低电池造成的特性 使其成为目前高功率电源方案的理想选择 核心主控芯片 MPS HR1211 美国新元半导体出品 1997年成立于加州 全球领先的电源管理IC供应商 这是一颗一体化的PFC加LLC数字控制器 其参考设计已经验证可以支撑到600W的级别 支持双模式CCM-DCM切换 具备谷底零电压开关JVS 开关损耗极低 具有可编程频率加抖动功能 用以降低磁性圆圈的损耗 提升热效率 集成门及驱动 过流过压过功率保护 及X电容放电电路 减少外置热源 PFC旁路保护二级管 四印ES5J 用来保护电路安全 这个充电器的PFC开关管 来自深圳英诺塞科出品的 INN070D140C 淡化家开关管 英诺塞科2014年成立 国产淡化家功率器件领域的先锋 高转换率是它的拿手好戏 规格是赖压700V 导主140毫欧 漏极电流32A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PFC电感 采用的是超薄的设计 节省空间 散热的话更好 PFC整流二级管 是安徽新塔科技出品的 TD5G06065L 这是一颗碳化硅 销特机二级管 新塔科技2020年成立 专注碳化硅器件 超快的恢复特性 让它的损耗更低 三颗高压绿波电解电容 来自湖北折星凯电子 这家公司在深圳 也有分公司 我们有时候叫它深圳折星凯 是一样的啊 两颗56微法 420V 笔芯的电容 和一颗450V 10微法的小电容组成 总容量132微法 折星凯2020年成立 专注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 这组电容放在PFC整流后 平滑高压直流 这一颗是充电器的协阵开关管 背面这里还有一颗一模一样的 这个开关管来自 无锡新杰伦半导底 型号是NCE65T540K 新杰伦2013年成立 主要业务MOSFIT和IGBT 电源管理很有一套 这两颗MOS管的规格是 耐压650V 导主460毫欧 陆极电流6A 这颗小的变压器 就是充电器的LLC 斜震变压器 这颗绿色的电容 就是配合变压器使用的 一颗斜震电容 厂家也是来自东莞捷威电子 规格是0.22微法 530V 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同样是超薄设计 初级引脚4个 四级输出引脚 采用双线并接 超薄的设计 散热还是非常不错的 隔离反馈电路 在高压与低压之间 既能传递信息 又能保证安全的信号桥梁 431精密纹压参考芯片 适时监测输出电压 通过调节光偶的输入输出电流 实现精确的电压反馈 深圳奥伦德出品的OR1009光电偶合器 奥伦德2003年成立 主要业务光电偶合器和红外LED 四川特瑞翔科技出品的Y1471K 陶瓷安硅电容 470皮法 400伏 特瑞翔 2010年成立 专做高电压陶瓷电容 确保隔离安全 SR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同步整流控制芯片 是美国新元半导体的MP6924A 这是一颗双路同步整流控制器 专为LRC拓不优化 芯片内物 集成了两个同步整流控制器 具有更强的抗干扰度和快速关断功能 可兼容CCM DCM模式 同步整流开关管 用深圳星空源电子的两颗 AGM1010A2 NMOS开关管 星空源电子2015年成立 主打MOSFIT和电源管理IC 这两颗NMOS的规格是 赖压100V 导主7.8毫欧 漏极电流74A 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共用到5颗 220V35V的固态电容 厂家没有查到 有可能也是湖北哲星凯公司出品的 这个地方还用到一颗共膜电感 这样组合的滤波效果的话 应该是拉满了的 所以说这个白变充电站 它的纹波非常的极品 这个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跟主控 HR1211配合 效率拉致高到飞起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分析下 这个产品低温的秘密 三路协议控制 三路升降压 四口输出电路 这个移速白变充电站 支持3CEA 四口输出 通过不同的协议芯片 智能分配功率 确保每个接口 都是跑得满速率 内部的三颗协议芯片 全部都是采用的 珠海智容科技的芯片 2014年成立 主要业务是电源管理 数模混合芯片的设计 特别是快充领域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 三颗芯片在这里一起展示了 C1口采用的是 SW3566 做到140瓦输出 C2口采用 SW3536 做到100瓦输出 C3口和A口 采用的是 SW3537 分别做到45瓦和30瓦 双路输出 C1口 C2口 采用独立的深降压电路 协议芯片搭配两颗将压电感 用半桥的模式 进行深降压输出 两路深降压半桥拓扑的 NMOS开工款 全部采用的 深圳瑞郡半导体出品的 RUH4040 每路使用两颗 瑞郡半导体 2010年成立 专做高性能MOSFIT 这四颗NMOS的规格是 内压40伏 导主4毫欧 漏极电流 40安 C1口将压电路 输入输出两端 各用一颗固态电容 加上这些MLCC组合进行滤波 C2口的降压电路 输入用的MLCC电容 输出滤波的话 则是用的固态电容 加这MLCC组合进行滤波 这两个充电口的 电流采样电阻 C1口为R003 C2口为R005 大家看一下 这输出滤波措施 这就是这个充电站 为什么输出纹波 这么极品的原因 C1口C2口都有 一个小的MLCC 再加一颗大的MLCC 两个组合进行输出再次滤波 C3口和A口 共用一路降压电路 这个是降压电感 这一颗SW3537 协议芯片 类似有两颗开光管 升级它电路 输入滤波采用的MLCC 输出滤波则是采用的固态电容 再加两颗MLCC组合进行滤波 两颗R005 分别用作 C3口和A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输出V80开光管 用的是深圳星空源的 一颗双NMOS开光管 分别控制C3口和A口 这颗双NMOS的规格是 耐压30V 导主7.2毫欧 漏极电流28A 这个则是C3口的输出再次滤波 也是用的 一颗大的一颗小的MLCC组合 进行滤波的 A口也是一样的 这边一颗MLCC 充电口这个地方 还有一颗MLCC 优点及槽点 主控芯片和次级整流芯片 这一对可是黄金组合 MPS的HR1211 一体化PFC加LRC数字控制 支持重载轻载 爆破轻载三模式切换 类自半桥驱动和高压启动电路 省区一大队的外围元件 MP6924A 双路同步整流控制 自适应关段与轻载检测 精准驱动两颗MLCC开光管 次级整流损耗砍一半 发热的话也是要斩 这个组合再加上 淡化夹的开光管 碳化硅的消特机二级管 导通与切换损耗是极小的 还有500千赫兹的高频 让PFC ALRC磁组件 变压器可以做到超薄的设计 高效的同时 兼顾性能和日常省电 而且MPS锡圆半导体 官方这一套组合参考设计 600瓦 这个充电站仅用到165瓦 则是最甜的高性价比功率段 槽点的话 也就是这个电路的致命的短板 铁质散热片导热拉胯 导热系数仅为铝制的 四分之一 主板热量堆积 蓝散热 自重与GNA轻薄的基因 背道而驰 铁质的磁性材料 威胁 主控芯片的高频信号稳定性 希望官方后续可以改进一下 这个散热措施 一颗NTC热敏电阻 用于这个桌面充电站的温度保护 四个USB连接器 内部的舌片都是橙色 这是Type-C口内部的细节 Type-C口上面有厂家的钢硬信息 这是A口内部舌片的细节 A口的材料 外壳是铁的 三个C口的外壳都是不锈钢的 八字连接器 内部的触点为铜的 壳底上面没有看到的主燃标识 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 这个移速百变 淡化夹桌面充电站 测试和拆解视频全部都做完了 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测试部分 200瓦功率输出27分钟 这个彩蛋啊 看完拆解就不意外了吧 毕竟是600瓦功率的电源架构 很不错的滤波措施 造就了四个充电口 全是极品输出纹波的水准 技术方案 堪称教科书级的NPS芯片组 加高频架构 加氮化加碳滑硅器件的组合拳 直接捅破消费级快充的天花板 但是铁制散热片 暴露出厂商在成本与体验间的粗暴妥协 若散热方案换成铝合金 石墨散热 质感和可靠性将会是双赢 但是考虑一下 这个仅售300左右的价格 高颜值的外观 再加上165的四口输出能力 这个潮点好像也不是那么潮点了 就像老铁门经常说的 都这个价格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对不对啊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